欢迎来到城市日报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肖战再次诠释全平台无短板 破自己记录 期待两天后的电视剧大赏 肖战再次展示什么叫全平台无短板 这个全平台只是 所有能辐射到的社交平台 肖战没有一个出现短板的情况 哪怕是被多次压热度 甚至有不少粉丝反应现流的情况发生 依旧没有能阻挡住肖战 这是如破竹的影响力 还热乎着的是 刚达成话题破900亿的短视频平台 让网友们看到肖战在无营业的情况下 一天的自然流量达到1亿 也有不少事业粉已经把105亿作为下一个目标 希望能在2021结束前达成 但是一个月100亿还是有点困难的 除非肖战现在开播一部电视剧作品 引发全民热议 就像当初斗罗大陆播出 不管是吐槽还是夸赞 全部都能吸收成自己的能量 个人话题成绩创新高之后 在无人注意的角落 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的肖战生日动态 既然悄悄地点赞达到了2000万家 这个数量可以负责任地说 除了合榜的开创者 主持人何炯生日动态点赞超过3000万的 肖战是比者见到点赞数量最高的单条微博动态 而且是悄悄完成的 最值得一说的是 肖战的生日动态是没有多少同行点赞祝福的 全是来自喜爱他的粉丝点赞 马上快过去两个月 这点赞量不仅没有少 反而在增加 现在这句话已经快成为了肖战的 梗歌不在江湖 江湖都是歌的传说 确实如此 想低调但实力不允许 因为马上将要迎来的就是年底的微博电视剧大赏的活动 而肖战在2021年已经完结的作品就是这部斗罗大陆 只要能参加 基本又是被热议 由记得当初的盛况 肖战连续两年蝉联第一 2019年凭借陈情令中卫无限一角拿到人气男性角色 2020年在12月开播的《狼殿下》就压上了评选的尾巴 评剧中的男二级冲一脚进入票选 经过一个月拿下了2020年人气男性角色的荣誉 《狼殿下》一部羁押的作品 在当时有着超强卡斯 不少热门作品中突围而出 就不和别人做票数的对比 在最终的结果出来 肖战获得1.3亿票 112万人投票 这和当初每天有50多万人在线的粉丝活跃数据刚好对得上 当然 肯定会有人说狼殿下对肖战的意义不一样 哪怕是个男二 当初粉丝谋足了劲的宣传和投票 希望用行动打败这空前的网络暴力 守护肖战在风暴之后迎来的首部作品 不管是什么戏份 都使出全力 时隔一年 已经有很多当初的关注者回归三次元生活中 还会不会再现当初的盛况 笔者相信 会 甚至会超过去年的盛况 一切都要用事实说话 还记得在10月底 11月初的时候 主余指数发布了一张 2021年10月份 最受欢迎电视剧TOP20的名单 引发热议 热议的不是别人 而是肖战拿下了第一排的所有 第二排的首部作品 肖战依旧有参演的戏份 排在首位的也是肖战在 2021年唯一一部成功播出的电视剧作品 《斗罗大陆》 至今播放量已经超56亿 是2021年全年作品中名列前茅的 肖战这硬核的拖尾效应再次让人佩服的五体投递 众所周知 《斗罗大陆》上线的时间 距离这张榜单已经过去了8个月 更让人佩服的是 什么叫一年不开张 开张吃一年 肖战硬核的拓心能力 也带动了其他参演的作品被高度的关注 就连两部《带播剧余生》 《请多指教》和《玉古瑶》都排在了众多完结的作品前面 已经没有更多的形容词可以形容肖战这硬核的影响力 从短视频平台单人话题突破900亿 再到微博上单条动态点赞破2000万 还有两天就要迎来能让全网活动起来的电视剧大赏的活动 又是看肖战上场的时候 这部主演的《斗罗大陆》也将要重新被热议 能打破曾经创下的纪录的人 也只有肖战 一起拭目期待吧 肖战代言六神品牌 生日点击量超2000万 变装视频被模仿 肖战粉丝近段时间 可以说是等得着急了 一直见不到肖战的最新消息 一个个像热锅上的蚂蚁 总得找点什么事做引起肖战的关注吧 继肖战变装后 现在很多明星也都在发变装视频了 近日刘学义也学肖战玩起了变装 肖战当时穿的是一件自己代言的品牌 深蓝色上衣黑色休闲裤 刘学义则选择了全套浅蓝色 两人看上去都有古代的韵味 只是留学一走的适合上和性感路线 肖战看上去要保守一点 不管什么样的风格 他们的变装各有千秋 11月28日晚 肖战的30岁生日点赞突然一下就突破2000万次点击量 这是神马情况 肖战生日不是已经过了快两个月了吗 肖战生日当天的点击量只不过才100来万 突然一下就上千万 不得不说肖战的粉太铁了 真的是忠心不二 肖战生日当天也发了很多正能量的东西 并表示三十而立对他而言就是 对外力责任 对内力本实 在这一点上肖战没有让大家失望 一直在努力地做好自己的本质工作 把正能量的一面展示给观众 目前 只有何炯老师的生日点击量超过了流量明星肖战 肖战粉丝用这种自娱自乐的方法是要引起肖战的注意吗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终于等来肖战的代言了 六神官方已经发文 眼中有光 自信明朗 六神品牌代言人明日揭晓 这个秋冬和他一起换活自然能量 从照片中明显看的就是肖战 说起花露水 肖战跟他是有一定的缘分了 之前肖战在山里拍斗罗大陆时 很多文字 细心的网友就送六神花露水给肖战 这些年大家应该都知道肖战是不收粉丝的任何礼物 就是因为这瓶小小的花露水肖战当时还被黑了 说是收了粉丝昂贵香水 这下不怕被黑了 也不用粉丝送了 代言后直接可以用上了 这次的代言让送六神花露水的粉丝着实的解了一口气 明明只是一件很普通的小事 给自己喜欢的人送一下必需品 却引来黑粉的攻击 难道肖战也是为了此事而选择代言六神吗 这下黑粉们就被打脸了哟 肖战粉团们 准备好去抢购六神产品了吗 2022年肖战将与大15岁女神合作年下恋 网友直呼剧本拉胯 肖战今年作品虽然不多 但依然还是顶流般的存在 直爽的性格 阳光的外表 再加上有趣的灵魂 能歌善舞 能饮会跳真的是圈粉无数 虽然很久没有作品播出 但他2021年的代播剧可谓是步步热度非凡 波折最多热度最高的应该救赎 和杨子领衔主演的余生 请多指教了 虽然中途被退 但网友们认为这并不是坏事 因为终于有望可以播出了 热度也借着这波退剧蹭蹭向上涨 有人让网友的期待有了盼头 还有就是肖战与黄景于领衔主演的电视剧王牌部队 这可以说是肖战首次参演军旅题材的剧集 不知道会为我们带来怎么样的惊喜 虽然这部剧迟迟没有定档 但在央视总台2021年原创电视剧发布片当中 王牌部队赫然在列 说明2021年不出意外肯定可以播出 小飞侠们是不是很惊喜 另一部则是8月4号杀青的肖战搭档任民主演的古装剧《玉骨遥》 也即将播出 主要讲述孤高清冷的空桑是紫石影 和热情仗义的赤族郡主朱炎 因一花之安结下命结素缘 却因错阳差结为师徒相伴三年 一个是顶流不断进击演技的肖战 一个是实力派的小花 看来这部剧不论是流量还是演技输出都是稳稳的 不得不说肖战选剧本真的是有一套 三部影视作品 三种不同的题材 而且步步都是精良制作 看来他对自己的定位是非常清晰的 不像有些明星 一个类型的角色演一辈子 毁了自己 也败坏了路人员 2022年肖战又有消息传出 肖战将与大他15岁的女神舒淇合作一部年下练剧集交扬伴我 这部剧传言也是真的多 有人说是顾曼的交扬自我改编的 其实这是妥妥的谣言 这部交扬伴我和顾曼没有一毛钱关系 确切的说这部交扬伴我是翻拍的 是一部2017年牛林心如张轩瑞领衔主演的20集电视连续剧我的男孩 虽然当时热度一般 但分数还是很可观的 不过也有网友反应 这部剧本一般并不出彩甚至有些拉胯 虽说是翻拍 但是剧本大量改变 最后剧本怎么样 咱也无从考证 目前透露出来的大概故事 知名广告导演简兵和出入社会的新人盛阳 在一家餐厅偶遇 一个刚结束失败的婚姻 一味等待爱情未果 两人互相治愈 共同生长 健身情愫 可面对阅历上的差异 家人的反对 职场的流言蜚语 简兵和盛阳决定把未来交给时间 不过对于剧本来讲 肖战和舒淇的搭档组合应该是最让人期待的 一代女神加现代男神的CP总是很让人上头 不论剧本怎样 别用肖战和舒淇的年夏恋六粉小编就很知足了 你是否也和购桃一样 期待男神肖战和女神舒淇的年夏CP呢?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